小羊阿比住在一片美丽的牧场上,每天有着清新的青草和温暖的阳光。 阿比非常喜爱他的生活,但他总觉得生活中少了些什么。 有一天,阿比听说牧场另一边有一棵感恩之树,每一片叶子上都写着祝福,能够让人心里充满喜乐。 阿比决定去寻找这棵神奇的树,他想知道为什么这棵树能带来这么多祝福。 于是阿比展开了他的冒险。路上,他遇见了小鸟威威。 威威在找寻食物,但没有找到,他饿得飞不动了。 阿比想到自己带了些草,就分了一些给威威。 威威感激地说,阿比,你真是一只善良的小羊。 感恩就是这样的祝福,当你分享,你的心就会满意着爱。 阿比笑了笑,急着上路。 他接着遇见了兔子多多,多多在森林里迷了路,无助地哭着。 阿比用温柔的声音安慰多多,并陪着他走出森林。 多多擦着眼泪说,感谢你,阿比。 你让我感到被关心,这就是感恩的力量。 一路上,阿比帮助了许多朋友,并开始感受到满满的温暖。 他的心里充满了爱和喜乐,终于明白了感恩之树的秘密。 他并不是真的一棵树,而是一棵充满爱的心。 只要心中有爱,有感恩,生活就会充满祝福。 回到牧场后,阿比开始每天用感恩的心看待一切。 无论是朋友的陪伴,每天的青草,还是温暖的阳光。 他明白了,每一天都是神赐予的礼物,应该用感恩的心去珍惜。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。 希望小朋友们也能像小杨阿比一样,学会感恩,珍惜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。 当我们带着感恩的心,生活就会更加美好。 如果你喜欢这里的故事,记得订阅Sweet Home故事屋,按下小铃铛,整理好心情,整理好生活,下次见哟!